Hello大家好,我是李飞白 自从九折回归以来,Hero已经好取四连胜 本局B组第一,下一轮将直接晋升到A组 而在Hero的选手中,有一个选手正在悄然崛起 甚至被誉为轻荣的接班人 他就是新的KDA之王子幻 他的KDA数据有多夸张呢? 到目前为止,他的KDA数据是19.5 本局所有选手的第一位,而且是断层式领先 就连轻荣的KDA也才排在第七名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会说,KDA高就是比较猥琐 其实子幻的打法并不猥琐 就拿他们打KSG来说,子幻的参团率和输出都不低 尤其是玩火舞的时候,经常上去先手开团 可见并不是猥琐的打法,而且这场比赛打满了5局 子幻居然一次都没有死 在这种爵士相当的情况下,一次都没有阵亡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看到,实在是未来可期 Hero的中府一向都很出名 比如紫阳和青龙,哪个出去不是最顶尖的选手 现在又来一个子幻 九折身上真的是有一股魔力 开养新选手绝对是有独家秘方的 虽然现在的Hero无法挑战E-Star这个大萌王 但当Hero真正成长起来之后 谁胜谁不由未可知 小伙伴们如何看待新的KDA之王子化呢